都會在雲端白板裡面出現啦 影片也會出現啦 不過同學回去第一時間也都會聽 如果有聲音太小聲也是跟我講一下 因為錄音的品質也是蠻重要的 放上去沒聲音 說真的你會聽不習慣 因為雖然有動作啦 但是還是差一個聲音就差很多 而且聲音太小你把它轉到太大聲 好像也是聽不太清楚 所以錄影的品質 還有呢 我有把我自己錄進去 如果你覺得右下角出現我太礙眼的話 你也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之後錄影的話 也可以不把我自己錄進去 不過這個都兩可啦 因為有同學說 老師你那個站的通音太大了 你會蓋到那個程式 有同學說不會 那當然不然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 盡量符合大家的學習需求啦 因為像這種東西要把它學 真的學到精通 那真的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你要很花時間啦 光要了解那個邏輯 還有一些可能的重點 像同學比較容易卡住的 像那個資料傳遞 這部分的話 就一定要找一些變化題 你去把它做個變化 像比如說呢 我們再延伸出去 上個禮拜的東西啦 這個 這東西上面一段都有 我這邊也有什麼 也後面有把它改成 把Gate改成Post 不是前面講過啦 所以這個我就不太多講 那還有猜拳小遊戲 比如說呢 我們之前有那個 跟那個什麼 電腦玩那個 就是 剪刀、石頭、布 那這邊的話 當然有個猜拳遊戲 不過我是用到Python裡面 所以你建專案的時候 請你用Python的專案 不要用Jungle的專案 我們只是說 要把原來的那個 Python專案 轉換到Jungle裡面 轉換過去的話 因為它是網頁 網頁環境其實相當的複雜 為什麼? 因為網頁裡面的話 會有很多安全性的限制 不然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當駭客了 不然因為瀏覽器打開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 為所欲為 可以存取很多東西的話 那這樣子呢 其他人電腦就會遭殃了 所以 特別注意 有些東西像什麼 傳遞引述的部分 為什麼要隱藏欄位 就是很多地方你不能做 你只能用那種方法 才能做到 那比如說以這一題 像拆數字遊戲 拆拳遊戲 不過拆拳遊戲 相對比較複雜 但是邏輯也不太 不恨 就是大概這樣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拆拳嘛 反正不外乎就是 請輸入剪刀、石頭、布 我就跟你剪刀、石頭、布 但以前本來是跟真人 但現在是跟電腦 所以以後的人機介面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來玩遊戲好了 剪刀、石頭、布 然後或者輸入END是結束吧 類似這樣這樣 那假如說我輸入 我這一題好像我後來有改版 好像剪刀是1吧 石頭是2 布是3 我看 所以我把它出剪刀好了 假設我今天出了剪刀 假設我今天輸入剪刀 那電腦的話 ENTER我看一下 對 它會亂數產生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我輸入了剪刀 剪刀之後的話 那電腦它其實也亂數出 亂數出之後的話 它也是剪刀的時候 亂數產生一個 所以會是在 假設是一個串列的話 0 1 2 所以它亂數產生的話 它也許0 1 2 它亂數產生2 然後抓布出來 跟我的剪刀比 比完之後發現我贏了 OK 所以 那另外你會發現這個遊戲怎麼樣 它不會結束 為什麼它還是出現什麼 有沒有 假設還是可以讓你一直玩 平局 如果有出布呢 又平局 不最好是可以累積什麼 你的贏的機率 但是這個遊戲怎麼樣 它是在一個無窮回圈裡面 所以無窮回圈就是它一直跑 它不會停 除非什麼 你輸入END 它才會停 OK 遊戲就退出了 所以 這一題的話 你假設要做的話 要思考哪些問題 第一個 你要怎麼樣 一樣要亂數產生 電腦一定要亂數產生 第二個你會有個串列 串列是剪刀、石頭、布 然後呢 亂數產生之後 你出的跟亂數產生的比較一下 那你贏 或者是你平手 或者是你輸 都要列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無窮回圈 大概會有幾個 所以以後 你想到這些東西 你要馬上怎麼樣 把它轉換成那個 Python可以理解的那個語言 所以裡面的話 大概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這一題 相對是比較困難一些些 那不過呢 你可以 當然這 花一點時間理解 我現在應該也不會困難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一定會用 input一個random 這個random 是亂數 那這個亂數產生的話呢 再來第二行 是無窮回圈 所以以後呢 你要在Python裡面寫一個無窮回圈 非常簡單 就是 while 1 while 指的是 當條件為true的時候 就怎麼樣呢 進到回圈 其實一直都會是true 除非你要去更改它為false 但是它沒辦法更改為false 所以永遠跳不出來 那什麼時候可以跳零呢 其實可以配合一個東西 我們前面有提過 就是說呢 當我的條件會是什麼呢 end的話 那為什麼可以跳零呢 因為呢 我在 輸出這個 退出遊戲的這個部分 下面多一個 重要的關鍵字 就是break 所以有無窮回圈喔 你可能要在一個邏輯裡面 跟他講說我要跳零 break 他就跳零了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 我們 跳零遊戲 那再來的話 其他就是還有邏輯判斷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 我們先亂數產生 產生什麼一個random range是從1到3 1到3 那你想說為什麼1到3 其實我一樣 把那個 產生的 串列 反正我們有三個吧 1 2 3 那這裡的話呢 我原來的寫法是 好像是把它轉過來 就是 如果是1的話呢 那我就是剪刀 2的話是石頭 3是布 然後呢 然後呢 再讓使用者輸入 去串列裡面 得到就是一個 一個 然後兩邊做比對啦 OK 大概是這樣啦 不過相對的底下就是 判斷的方法 就是先判斷什麼 判斷我贏的情況 跟我平手的情況 這裡我是先判斷平手 什麼情況會平手呢 兩個都相等的話 那當然兩個相等 當然就是平手 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我出什麼了 m的話呢 指的是使用者出的 然後呢 如果我出石頭 他出剪刀 那當然我贏了 其他一樣 我出剪刀他出布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呢 如果我出布他出石頭 這個都列出我贏的 所以中間加個偶爾 有沒有 一個邏輯 兩個邏輯 三個邏輯 中間加偶爾就可以了 另外什麼情況我輸呢 就是我出石頭他出布 我出剪刀他出石頭 一直都一推啦 那就是我輸了 分別把它列出來而已 所以這裡的話 邏輯我寫的比較 稍微簡單一點地方 就是說 我盡量就是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來 中間加個偶爾 就完成了 所以這一題 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Jungle的話 他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什麼 先跳出 請選擇剪刀石頭布 不過這時候我建議 可以用下拉清單比較好 不然如果你讓人家使用者 直接輸入剪刀布 有點麻煩 那他選了一個之後 按確定 過來之後 告訴他說 到底你是贏還是輸 不過這個可能 這一題轉成Jungle 我覺得 好像效果不是太好 那 所以 下一題 也許 來改寫會相對的 稍微適合一點點 就是 拆數字遊戲 那拆數字遊戲 也非常簡單 邏輯就是 1到20之間 拆一個數字 所以呢 1到20 假設我今天拆 當然盡量是從中間開始拆 所以我拆10 他會跟你講說 太低了 高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 當然 10到20之間 那就拆15 太高了 低一點 再來的話 當然我就 10到15之間 那就拆12 Enter 太低了 高一點 那高一點的話 就是12到15之間 那不就是13 不就是14 對不對 所以如果拆個14好了 Enter 太高了 那就是13 13 Enter 恭喜答對 你會發現 這一題 基本上也是無窮回圈 就是讓他一直拆 不過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寫 寫這個程式 基本上 這也是上學期的題目 那大概重點 一樣 就是用一個亂數 這個亂數的話 也是1到20之間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先產生一個1到20之間的亂數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讓使用者去拆 所以這一行 是亂數 這一行呢 是使用者拆的 所以 Import一個Random 然後亂數產生什麼呢 1到20之間 所以亂數產生1到20 他剛剛是13的話 所以他會在 那個1到20之間 產生一個13的數字 那我就13出現囉 OK 他幫我保留在哪裡 保留在這裡 但是 等一下 可能如果你要把這個 類似的邏輯 改寫成網頁的話 就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他會一直拆 那一直拆的話呢 這個13的數字 該擺在哪裡 如果你是跨了 不同的網頁的話 哇 那丟過去 13就一定消失了 所以你如果要讓13呢 能夠永久保存下來的話 可能你就要想方法了 要不就是用隱藏欄位 不過隱藏欄位有個問題 就是你已經把答案 放在程式碼裡面了 所以並不適合 怎麼辦呢 可能你就要想到用Session 那Session的話 今天也許我們會把Session 部分介紹一下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Session其實 簡單講起來 就是網頁之間 傳遞資料的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 就是可以暫時放資料 在網頁跟網頁中間 還可以存取 那再來就是拆一個數字 所以我剛剛第一個 也許我拆10 10的話 Input進來的話 拆10的話 是一個字串 轉成int之後變成10 的整數 然後呢 畫有1冒號 剛剛講過了 無窮回圈 讓它不斷拆 那拆怎麼樣呢 如果這個值 因為我剛剛輸入這個 假設我輸入10對不對 10如果小於13的話 那就顯示太低 然後跟他講說 再重新拆一次 所以這邊的話 Input又一個 再來的話 如果太高 有沒有大於的話 那就是 請 再低一點 一樣再拆 反之的話 else 就剩下了 不是太高 就是太低 不然就是剛好答對了 OK 所以呢會有三種邏輯 那這樣子就寫完了 OK 底下沒有 恭喜 那因為要跳離 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跳離點 一定有break 你有無窮回圈 就一定要有break 你不要千萬不要就是 有無窮回圈 結果中間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break 那會怎樣呢 它就一直跑 永遠不會停止 好啊 這樣的程式就變成一個無窮回圈的一個程式 就有點像你寫 想那個程式想不出來 然後一直想一直想 想 沒有break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要叫你break 停一下 你如果想不出來沒關係 先休息一下 那也許請各位待會兒呢 先試著把拆數字遊戲 這個程式雲端上也有 你可以呢 先試著在那個python裡面先runrun看 run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一樣 把這個邏輯 改成像剛剛的那個manceCI邏輯 所以你也許怎麼樣 那個邏輯 應該一樣 第一個頁面也許是什麼 拆數字 gas in 然後呢 就是先讓它 請拆一個數字 然後數字讓它填完之後 讓它按一個確定 有沒有 它假設輸入10 那輸入10之後呢 按確定之後 就丟給另外一個網頁 另外一個網頁就是要去接嘛 所以有個gas out 然後呢 就接到之後的話 判斷一下 如果呢 它是錯誤的話 就彈回來 跟它講說 答錯了 太低了喔 OK 然後就繼續拆 然後繼續拆 如果又拆錯了 又繼續彈回來 太高了喔 OK 然後這樣子 不過這兩個網頁之間呢 要能夠互相通資料的話 其實關鍵 你們先試著用什麼 用隱藏欄位好了 那待會兒我會再跟各位補充 就是說隱藏欄位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已經把那個 拆數字那個號碼 已經藏在隱藏位裡面的話 人家會看到啦 對不對 像我就怎樣 直接偷看答案就好了嘛 就直接拆 一定拆中 所以呢 你要把它改寫成Session Session就沒辦法 看到裡面的東西了 所以 那Session要怎麼做 這個我想 我們再慢慢 按部就班好了 不然一下子講那麼多 可能你的同學 也沒辦法一下吸收啦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 把拆數字遊戲先複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如果邏輯清楚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把拆數字遊戲 改寫成 類似像MANCECI一樣的這種方式 也許有一個GAS IN 先怎麼樣呢 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很簡單 請輸入1到20之間的數字 2的話呢 就是讓使用 就是再去判斷是否正確 如果正確的話 然後就 就顯示正確啦 如果不正確 就跟他講說 你要再高一點 再低一點 之類的 試一下喔 好